听新鲜的资讯读有趣的英文 各位有道词典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道会员外看 我是詹邦子齐 那么最近呢我就发行了我的一张全新专辑启示录 英文名字叫做Revelation 那这一张专辑呢其实有戚风至天堂的星 7 letters to heaven 然后有戚风天堂的悔信 7 letters from heaven 然后呢其实是透过14首歌14封信 来组建成一个我与天堂的对话 因为平时呢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会透过祈祷就是prayer 来倾诉掉我心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心声 把我心里面不开心的东西啊 或者我的一些疑问的东西啊 我都会把它在祈祷里面的排解掉 然后呢天堂的回信 其实就好像我的这些prayers呢 就得到了一个revelation 得到了启示 得到了一个回应 这样子 那这14首歌呢完整串起来呢 我还做了一个音乐连续剧 然后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故事 还有透过我的旋律 我的歌词呢 带大家走上一趟关于爱的启示之旅 那么如果有同学有听到启示录里边的某一些歌曲 就会发现其实我有好一些歌曲呢 里边都有挺多的英语的部分 那么今天呢我挑选了一些想要来跟大家拆解一下 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其中一封至天堂的信 Hell 那Hell呢有些同学去查字典就会发现L是地域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在翻译这个字的过程里边呢 我们也会做一些比较艺术的一种翻译 所以呢现在我来翻译这个Hell呢 我就是把它译成了坠落天堂 那在这个副歌里边其实有两句是这样子的 You take me to hell From heaven I fell 意思就是你把我带到地狱 从天堂我坠落 You take me to hell From heaven I fell 你燃起了基督的火灯 为什么第二句我们写 From heaven I fell 而不是说I fell from heaven 因为你倒妆这样子来写的时候 它就非常的突出 From heaven 值得注意的就是 无论是heaven或者hell 其实都不会搭配the 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是 我指定了一本书 I like the book 但是像heaven或者hell 我们就不会连着the 还有什么其他例子 比方说society 社会也是不会用the 我们可以说our society 我们的社会 但是不会说the society 然后像heaven这样的一个字呢 搭配使用有时候我们会说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 The kingdom of heaven 或者就是单独 heaven 天堂 那么这里写 From heaven I fell 那为什么从heaven I fell 为什么从天堂坠落呢 在下面的两句我们就会看到 You put on a fire of jealousy You made me believe You love me indeed But the truth is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Take me to hell From heaven I fell You put on a fire of jealousy You made me believe You love me indeed But the truth is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You put on a fire of jealousy You made me believe You love me indeed 你让我相信你真心的爱我 The truth is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事实是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 扭曲的爱呢 就会让我们感觉置身于地狱 那这里呢 The truth is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其实我是省略了一个that 正统一点写长一点 你可以说 The truth is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但是在这里我是把那个that省略掉 The truth is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这样也是可以的 再来一封知天堂的信 这一封信叫做寿难曲 寿难曲呢 英文的译名是passion 其实有很多人都问过我 为什么寿难曲的翻译是passion 为什么是热爱 其实passion它并不只是代表热爱 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些古典音乐 像马开寿难曲 它的英文名就是 St. Matthew Passion 或者是电影 Passion of Christ 耶稣寿难季 那在寿难曲里边呢 有一段是 Though I go through the valley of deep shade He shows me the way for his name's sake Though I go through the valley of deep shade 即使我走过 或者即使我经历过 此因优谷 Go through就是经历的意思 比方说你看到一个朋友最近不开心 你想关心他 我们可以说 What have you been going through 或者他也有经过的意思 比方说 Go through this gate You'll se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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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道大门 你会看见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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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n a dark age Please have mercy on me 我正在身处一个黑暗的关头 请给我怜悯 Because father My heart aches 因为爸爸 我心痛 这里的cause 它是一个 short form 它是一个简写 其实就是因为的意思 这里意思就是 爸爸我现在经历着黑暗 请你给我怜悯 因为我心痛 那这一段呢 其实就是在 MV里边 秀的心声 因为当时 他正在经历着网报 然后他需要怜悯 他需要指引 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 其中一封天堂的回信 夜的尽头 天堂的回信呢 大部分的歌词 都是上帝视角的 那么其中有一句 I'm the one that you've been looking for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that you've been looking for 它的翻译是什么呢 就是我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人 你一直在寻找的道路 真理 生命 look for呢 它是一个寻找的这个意思 但是这里所用的是 You've been looking for have been looking for 那have been looking for 它其实是一个 present perfect continuous tense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从过去的某一段时间 已经开始 就是你曾经一直在寻找了 然后你现在也正在寻找 而且你将会继续寻找 是这样的一个 跨越过去 现在跟未来的整个动作 那它其实就是会用到这个 present perfect continuous tense 以上就是一些关于我的 新章节启示录中间的一些英语小知识 同学们平时也可以多听英文歌 或者是看一些英文电影 英文的连续剧 或者是网络英文 来提升自己的英语经历 还有语感 当然不要忘了听一下 邓紫棋的启示录专辑 感受一下爱的启示 爱的力量 充满动力一起进步 最后在这里 同学们学习进步 一起power up